傅明华落了紫在棋盘上 烟锥紧跟其后 此时为何不说 你心里应该知道 家安帝虽然明白 君吉侯有可能并不安分 简是成为家安帝心中的那根刺 可究竟简家会不会反 何时又反 家安帝心里应该有个大概的数 朝廷每年向星元府派送的武器盔甲 都是有记录在册的 简家十亿万户 在星元府也称万户后 多年下来 税收可够多少战马与兵器盔甲 能养得起多少士兵 家安帝都令人关注 每年朝廷发配向星元府的武器 一年比一年少 这便是个信号 朝廷也有意无意 在试探简书域的底线 若是他乃忠良 那么对于朝廷所提供的武器盔甲 粮草等 一年比一年少 他会隐忍不发 如此 朝廷也能趁机削弱 军吉侯府在星元府的势力 一步步将星元府蚕食 而军吉侯若是有反唐之心 一来 朝廷逐渐降低补给 可迫使简书域裁军 二来 他若忍无可忍 有自立门户之意 迟早会造反的 在这期间 朝廷休养生息 毕竟当初大唐兵马并不集中 外忧内患之下 若是能兵不认血 那是最好的 若是简书域 要动手 朝廷休整几年 要收拾他 也是如探能取物 可偏偏 烟锥形势出人意料 偏偏打草惊蛇 跑到军吉侯地盘之上 恐怕如此一来 军吉侯疑心生暗鬼 仅有可能认为烟锥是 嘉安帝派来的探子 情急之下 很有可能提前行动 三皇子究竟是中了 军吉侯与四皇子 烟信联手暗算 亦或是有意为之 故意将这水搅浑 想从中谋利 那就不大好说了 傅明华捏了棋子 一想到此处 手心汗珠都亲了出来 烟锥恐怕是想要 富贵险中求啊 富贵险中求 傅明华心里这样想着 烟锥却冲他一笑 一推棋盘 元娘你输了 棋盘之中 他黑子将白子围困 之前不动声色 实则令人防不胜防 傅明华将棋子一放 想到烟锥胆大包天 逼军吉侯早返 那恐怕是有意 要取评判的功劳了 烟信自认为 能借军吉侯之手 除去烟锥 却不想烟锥更狠 这样的心计 烟信怎么是他之敌呢 两人这一刻心意相通 富贵险做了半晌 烟锥低头 将棋子收剪回罐中 其实你想要知道什么 不必拐弯末角 直接问我就行 他头也不胎 只听到棋子 被他放进罐中时 发出的清脆响声 富贵险顿住 他却将罐子一放 恐怕游湖的人 也要回来了 快些回去吧 富贵华出了水阁 还在想 烟锥这话是什么意思 江嬷嬷等人早就等急了 若不是知道 富贵华的性格 此时恐怕都已经 忍耐不住 冲进水阁了 这会儿 看到他出来 他身上还带着些血迹 江嬷嬷顿时脸色就变了 湖面之上风一吹来 富贵华瞪时便清醒了许多 他看到 江嬷嬷脸上的焦急之色 摇里摇头 看碧云双手将披风展开 他任由碧云替她披上 双手将披风筋口捉住 这才小声道 先回庭中去再说 江嬷嬷转头望了水阁一眼 那里草席半垂下来 将水阁内的情景挡了大半 他叹了口气 掉头跟上富贵华 水阁里七少有些担忧地 望着烟锥胸前 被他胡乱缠着的伤口 他脸色发白 富贵华一走 才软软地伸了手臂 撑在矮桌之上 看看才稳住了身形 刚刚禁锢着在傅大娘子面前 装出无碍的模样 此时人一走 便撑不住了 少年心思 七少爷明白 只是他没想到 三皇子也会有 在傅大娘子面前 如此逞强的时候 富贵华回到亭中 江嬷嬷忍了心中的疑惑 看他手指尖上的血迹 脸色变了变 拿帕子 倒了茶水沾湿 替他一根指头一根指头地 擦拭干净了 富贵华才到 我碰到三皇子了 江嬷嬷待要再问 他却一副 不想再谈及此事的模样 江嬷嬷也就作罢了 只是想了想 他心里还是有些生疑的 这几年 富贵华好像碰到 三皇子的次数 也太多了些 若说是巧合 也实在是太巧了 您这一身衣裳 江嬷嬷有些担忧 富贵华衣裳脏了 若是坐在外头玩耍 披着披风挡了还好 一旦回到室内 披风一除下 便能见出端倪了 事到如今 也只能走一步 看一步了 他们回来了 富贵华望着远处 轻声道 刚刚烟锥还在说 油壶的人快回来了 他还当烟锥指示 找借口让自己出来 没想到 竟然真的是 这些人回来了 碧云几人 转了头去看 就见到远处 湖面上几艘小舟 朝这边驶来 顿时便眉头皱了皱 这东湖如此之大 若是要绕湖 赏神都又美景 不可能如此快回来 毕青忍不住就道 莫非出了什么事 确实是出事了 小舟之上 傅明侠全身都湿透了 披着怀华将军 周庚之女周氏的斗篷 将头埋在膝间 不肯抬起 在周上 动得直打哆嗦 贺元慎等人 一副兴致背脚的模样 姜嬷嬷心里 长熟了一口气 现在这情景 显然傅明侠 是不可能再留下来了 傅明华便有理由 借口与他一道离开 哪怕是暂时离开 能换了衣裳 也是好的 他忍了上阳的嘴角 悄悄退到了后头 这是怎么了 傅明侠脸色惨白 那湿透的头发 粘贴在他脸颊之上 越发显得他一张脸瘦弱 让傅明华有些意外的 使他脸上有伤痕 哪怕他极力掩饰 可依旧还是被他看出了 脸上那一道长长的 好像被带刺细边抽过的伤口 他一下周便拿手挡了脸 浑身直颤抖 周上的人接二连三地下来 傅明侠出了这样的丑 此时羞得低垂着头 根本不敢将脸抬起 常乐侯府的傅明珠等人 却一生也不敢吭的样子 魏明珠伸了手 由婆子扶着他下了小周 看到这样的情景 便不由冷笑离声 脸上说不出的讥讽之色 苏氏勾了勾嘴角 只是很快 他又捏了帕子 压了压嘴角 将手放下时 脸上显出几分担忧 傅二娘子探图岸边 薔薇美艳 却意外落入水中 幸亏水势不深 才将他拉了起来 听苏氏这样一说 傅明华就知道 傅明侠估计是遭人算计 出丑了 他这样的性格 哪会有什么闲情意志 去摘什么花朵 估计是事出有因 才会如此的 傅明华朝傅明侠伸出手去 他却低垂着头 侧身避开了 眼睛看也不看傅明华一眼 显然心中将他记恨上了 此事又与自己无关 傅明侠也实在是太分不清是非了 那现在怎么办 汤阴献伯府的杨氏 咬了嘴唇 有些不甘心 以往 他遇到这样能与贺元慎等人 相交的机会 少之又少 好不容易碰到这样的时机 若是错过 未免也太可惜了 傅明华若是离开 这里的人根本对他不大理睬 周围众人无人接他的话题 杨氏神情有些尴尬 傅明华看了他一眼 就知道白是选他的意思了 这位小娘子出身不高 性情又未定 对于高门大户 有种本能的向往 这样的人眼皮子浅 好拿捏 若是娶妻不成 第一位门户决定教养性情 不过 若是作为济世 倒是要求不必那样多 不过也是因为常乐侯府 如今大不如前的缘故 否则白是 也不一定能看得上他 今日缴了大家的兴致 只是今日 我二妹妹出了意外 只得暂时失陪 实在是对不住 过后 我再向大家赔礼道歉 傅明华扶了一礼 苏氏眼角余光 看到贺元慎脸上的 怜惜之色 深呼了一口气 温生拉了傅明华的手 这样客套做什么 就是没拿我当姐妹了 若是戴了衣裳 先借郑王爷院中 换身衣裳再来便是 若是没有 也无所谓 这神独幼啊 我还是投意回来 可正心献着 傅妹妹可别怪我 请记招他们陪我 没空陪你便是了 他这温声细语的 贺元慎脸上 便露出满意之色 傅明华似笑非笑 看了苏氏一眼 却见他笑得温婉 动人 不由 抿了抿嘴角 那就 多谢苏姐姐了 苏氏冲他眨了一下眼睛 捏了捏他的手 这才将他手掌放开了 众人说了一番话 傅明华看了不远处的水阁一眼 想了想 才让人扶了傅明侠 找了幼院内供女眷收拾打扮的地方兴趣 傅明珠等人则是留下来 随同苏氏等人继续游玩 江某某是替傅明华 带了换洗的衣裳 出乎几人意料之外的 是傅明侠居然也带了一群 估计是之前几次三番脏了衣裳的缘故 这一回 他又有意喝原肾 准备的倒是意外充分了 两人分别换了衣裳出去 江某某将傅明华换下来的衣裳 交给了碧青 抱回马车 因为傅明侠落水之势 到底还是扰了一些众人的兴致 回去时傅明珠想了想 过来向傅明华小声道 大姐姐 我能和你一起坐吗 不远处傅明侠听到这话 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眼中还带着怨恨 傅明珠犹豫再三 最终还是道 算了 只是他不说 碧罗也打听到了一些消息 神都又湖泊两旁 种了不少薔薇 苏娘子便要求为国公府世子 以薔薇吟师一手 众人都变着法的讨好贺元慎 傅明侠今日心里虽然认为自己才是主角 但是在这群人心里 却压根就没将他看在眼中 因此一路之上 傅家的小娘子们都多少遭了一些冷落 他最后这脸皮与何元慎挤到了一起 不过众人 却都针对他 也不知怎么的 便都说要取摘些薔薇 二娘子便也跟着去了 二娘子拉了一根枝叶下来 结果不知怎么回事 将他吓了一跳之下 那枝牙没逮住 弹了起来 就将他的脸给抽了 那枝干枝上 带着细刺 傅明侠眼睛被扎 脸上只觉得火辣辣的 一阵刺痛 大惊失色之下 本能地伸手去无脸 一个重心不稳 便从船上一头栽了下去 众人要拉他时已经晚了 等到将他捞起来 他只一个劲地喊脸疼 三月晚春 本来天气也不热 落了水 时间一长便以风邪入体 幸快有周娘子 借了披风给他挡上 傅明侠想起 苏氏之前的神色 不由便勾了勾嘴角 眼里尽是淡漠之色 算了 不用管他 早就与他说过 苏氏并非好惹的 他却偏不听 魏国公府的世子 并非那样好嫁的 傅明侠喜欢贺元慎 却不知洛阳中多的是 贪慕贺元慎容貌的人 这回傅明侠吃亏 恐怕是苏氏算准了众人 不喜傅明侠 紧贴贺元慎的举动 一起联合了人整他呢 只是夫人哪里 江某某心中既是 鄙夷复贺元慎的举动 失忆 又有些担忧 白事不分青红皂白 责备傅明华 他又能如何 傅明华冷笑了一声 闭了眼睛养神 到时候再换我便是 今日出门在外 在神都又正亡的地盘内 傅明华午时没有休息 江某某点了点头 牵了后褥子 替他盖好 便不再出声了 回到傅府时 江某某轻声唤醒了傅明华 又拧了狮帕子 替他擦脸 傅明华由碧云扶下马车时 不远处 傅明侠已经近傅府了 他走的头也不回的 拿帕子扮演着脸 余下的傅明珠等人 神色都有些追追不安 到了白事院里时 傅明侠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手扶着脸 歪着头 肩膀一抽一颤的 白事的脸色有些阴沉 看到傅明华等人进来 不由地重重一掌 拍到了旁边的木桌上 怎么回事 同府的姐妹一道出去 却生了一个回来 江某某站在门外 听着里头的呵斥 不由地有些愤怒 却又无可奈何 元娘 你来说 傅明珠等人 被吓得禁若寒蝉 白事画风一转 将目光落在了傅明华身上 其余几人 见到这情景 都不由自主地 输出一口气来 孙女至今 也只是知道 二妹妹为了摘花掉水 情况缘由 尚不清楚 傅明华面对白事 要吃人事的目光 神色倒是坦然 她这话 听得白事脸色都变了 咬牙切齿就到 不清楚 不清楚 好一个不清楚 人是你带出去的 现在弄成这样回来 你这个长姐 就没有一丁点责任心吗 手捂着脸的傅明侠 听到这话 便将手臂一放 脸趴在上头 便无声地哭了起来 此时哪怕就是傅明珠 听到这儿 也不由得 有些同情起傅明华来 可惜 面对这样的情况 几个小娘子 也是不敢开口 都低垂下头 个个装聋作哑 人人都以为 傅明华被白事 这样当场呵斥 小娘子面皮薄 自尊心强 必定会双颊通红 两眼含泪 唯唯唯唯的 不敢反驳 白事的想法 原本也是差不多 他当初受了谢氏太多气 自傅侯爷 为傅琪贤 娶回了谢氏 他在这个儿媳身上 便再也没有摆过 一天婆婆的架子 反倒谢氏死后 傅家还吃了 江州的人不少的气 当初傅大太太 催食那语气神态 白事每当想起来时 心里便是一阵的窝火 他喝事完 斜了眼珠 望着傅明华看 想等着这个孙女认错 却没想到 傅明华转过了头 冷冷望着傅明侠 二妹妹这么大个人了 什么事该办 什么事不该办 你不清楚吗 屋里人听他这么一说 不由的都是一呆 傅明华却接着道 当初是你死活 要跟着 为过功夫的柿子 上了舟 怎么样掉水的 现在一五一时 说清楚 傅明侠抬起了头来 气得浑身直哆嗦 她脸上确实 有条伤口 少女本来皮肤变薄 泡了水之后 已经有些红肿了 她狠狠盯着傅明华看 我为什么要 跟你说清楚 傅明侠语气极冲 白氏听傅明华这样问 心中便有些不快 正要开口 傅明华却道 现在祖母问起 你不应该说 你年岁不小 那周又不大 做不了几个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还偏要去摘花 她这话 让傅明侠顿时怒不可遏 还不是怪他们 摘花的又不止是我一个 你凭什么来说我 你不去说他们 还要来怪我 说是你不要 他们不就行了 白氏看她失控 不由连着冲傅明侠 使了几个眼色 可是圣怒之中 傅明侠却压根 看不到白氏的示意 今日的事情 你既然不知道 你就不要开口 没人说你是哑巴 白氏重重地咳了一声 头一回觉得 傅明侠有些蠢了 你正好